今晚的这道菜他心心念念了好久 我终于给他做了 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酱料的配方在屏幕上咯 有需要的截图保存 五花热切网格 但是不要切断 用牙签在猪皮上扎小孔 抹上酱汁 先擦干猪皮上的水分 刷上白醋 盖上一层厚厚的盐 200度30分钟 去掉表面的盐 再刷一层白醋 继续烤20分钟 前方高能警告 酥脆的外皮 肥瘦三斤的五花肉 这水吧吃得住啊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喜欢吃烤焯呢 今天可不要错过了 多好的虾泥 加入屏幕上调料 抓拌均匀 接着装进表号袋里 插入一根竹签边挤边拉 小花刷一定要煎到微焦 这样子口感才会香酥 再来到甜品 蒸好的南瓜鸭唇泥 加入白糖 少量多次的加味面粉 揉捏成团 搓成大约乒乓球的大小 外面的曲奇 用到的是超好吃的 曲多多曲奇 一打开 就是能力的巧克力箱 今天 曲多多光宣了 他们全新代言人 郭麒麟 好家伙 都挺有趣的 不仅好吃有趣 表面上还有满满的巧克力豆 每一口都可以吃到 滚好芝麻 140度45分钟 酥脆的曲多多曲奇 包裹着香甜暖落的 蛋瓜夹心 再来一口香酥 入味的虾滑烤串 快做给恋爱的人吃吧 好不容易有个朋友来家里玩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所以 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五皮鸡爪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鸡爪一定要记得 加入葱 加料酒去腥 焯好水后加入老抽 抓拌均匀 然后就可以下锅炸了 记得油温要高哦 炸到表面起泡 迅速地拌进凉水里 这才是起虎皮的关键 把屏幕上这些香料爆香 倒入清水 蒙过鸡爪 加入调料 盖上盖子 中火焖上40分钟 追去好伴侣 虎皮鸡爪就做好了 快做给恋爱的人吃吧 你知道自己买30块白芝麻 能做多少芝麻香油吗 我这里大约是1公斤的量 先把买回来的白芝麻洗一下 锅记得要用导热比较好的大铁锅 炒起来会比较快 可以炒得稍微焦和一点 更容易出油 鱼锅在烤盘上放热 等到完全放凉了 就拿出我从外婆家搬回来的石墨 少量多次的加入 第一遍磨出来是粉很正常 不用管它继续磨 慢慢的就会磨出像这样的芝麻酱 这里面我大概磨了快三个小时 真的是一点都不舍得浪费 边边角角都要刮下来 真的特别的香特别的丝滑 给你们看看我的手磨头皮了 芝麻酱和水的比例是1比0.85 用到单气快速的搅拌 搅拌在丝滑粘稠的状态 水比油重大家都知道吧 这样芝麻酱里面的油就会被撑起来 这就是水带法 不停地拍大加速油的吸出 像这样用勺子往下一摁 那这就是芝麻香油了 稍微有一点点浑浊 我们再用滤纸给它过滤一遍 会有一点慢 但是过滤出来真的很清澈 一共做出了450毫升的香油 自己做的纯甜蓝 五天加更放心 快 测给你爱的人吃吧 你知道女生吃藕会怎么样吗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红糖糯米藕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碗里面填上糯米 可以用筷子压一压 牙签固定住就可以下锅啦 水可以多一点加入冰糖 红枣红糖 盖上盖子中火焖煮一小时 煮好豆 切片 撒上桂花 淋上蜂蜜 香甜可口 吃了这味变心的红糖糯米藕 就做好啦 快就给你爱的人吃吧 别眨眼 别划走 这是对象不会拒绝的饭 炒至变色的肥牛 加入葱加洋葱炒出香味 碗中间扣入一碗米饭 淋上鸡蛋液 这个调料配方 爱吃辣的可千万不要错过哦 尤其是炒饭 一定要翻拌均匀 炒到粒粒分明的状态 在表面铺上芝士片 撒上芝士碎 盖上盖子焖一火 400克的牛奶 30克的木薯粉 千万要开小火 要不回糊地哦 抹茶粉加入温水化开 麻酥达地 接着是冰块 抹茶 还有牛奶 用奶油分个顶 撒上抹茶粉 哇哦 看看这融化的芝士 周晚饭一定要趁热吃奶香拉丝的芝士 和带着一点点辣的米饭 整得超级大 快就给大家一顿人吃吧 平时收到的玫瑰花都可以这样做 先把玫瑰花泡水清洗干净 拌到筛网上铺平 晾干水分 去掉花蕊 留下花瓣 把花瓣转进盐玻璃 捣碎 接着转进砂布里 挤出汁水 最后最好再锅滤一遍 关键的来咯 不要挑不粘锅 且瘦了均匀的 加入盐和玫瑰汁 慢慢炒干 炒的过程真的好解压 倒在烤盘上铺平 放热 玫瑰一盐就做好啦 有很好的放松 减压 去搅滞的效果 用法也很简单 咬一勺放到沐浴露或者润腐露里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吧 炒梅的季节到了 我又发现了一个炒梅的新吃法 下颗煮 煮出所有的精华 然后捏成光滑的面团 一压 刀子一刮 煮到浮气 变得半透明就可以了 草莓增中打底 唯一不同的就是苹果片 会带来不一样的口感 给肋排 做个马刷机 用锡纸包起来 我的这条肋排会比较厚 所以200度烤了40分钟 大白醋都有吃过吧 我们茶家里都有吧 简单的组合一下就变成比奶茶店还好喝的奶茶 不管是奶香还是茶香都特别的浓郁 40分钟到了 取掉锡纸 再烤20分钟 你们看看这滋滋冒油的表面 沿着骨粪切成一块一块的 这才叫真正的多芝麻 抽掉骨头 用生菜的磨捲 你们可以想想这得有多好吃啊 今天这一道 应该没有一个男朋友会拒绝给你朋友做吧 把芝士折一下包进去 烤盘不放油撒上芝士 变一变脆的时候把饭团包起来 牛奶里面加点小苏打 反之放入牢骄的时候结块 淋入蛋液等待30秒 撒上坚果还有猴起 这么酥脆的芝士 你们肯定没吃过吧 米饭把芝士给融化了 成一些流星的状态 来 第一个给你们吃 三种口感的结合 你也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